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样的运动能够更加的适合居家来运动 同时还能够有效的抗击病毒 那么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 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太极拳这项运动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孙氏太极拳的传人李明老师 欢迎您李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么可以说最近啊太极拳是小火了一下下 因为呢我们在网上有消息说 有谁得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通过打太极拳好了 我们还能听到这个中南山院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 也这个发布了有关于这个太极拳来治疗慢阻肺 这样的一个倡议和倡导 说对这个练太极拳对我们的肺功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在这我们就想非常想了解一下 到底太极拳和我们的新肺功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跟大家讲解讲解 好观众朋友们 那太极拳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太极拳是依据这个易经单道 呼吸阴阳转换 调解身心平衡的一项运动 也像一项修炼 同时太极拳论讲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 动之之分静之之和 太极拳既可以强身健体 又可以修身养性 修身欲得 同时太极拳又可以防御身体的一些疾病 那太极拳的好处应该说大家都知道了非常多 太极拳刚刚说到 我们中单山院士也讲到太极拳可以治疗肺病 同时可以调整身心平衡 太极拳又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 同时太极拳对我们的心理的调解帮助非常大 所以太极拳我们不但是一项好的体育运动 更是一项修炼 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医学来讲 可以调解身体 可以治疗身体的一个疾病的一项运动和修炼 那么说到这些呢 我们都知道太极拳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如果说具体说到太极拳运动 哪些地方能够对我们的肺功能的提升 能够有一些帮助呢 比如说具体有哪些招式 或者说哪些方法是针对于太极拳这项运动的呢 跟大家讲解 那太极拳首先太极拳是以呼吸 调解呼吸为运动的一个核心 同时加以意念 那我们讲太极拳初期练习要求要做到俯视呼吸 我们俯视逆呼吸 就是使自己的吸气时让我们小腹微微缩 胸腔扩大 这样子我们让我们的胸隔加宽加强 那呼吸时我们气沉丹田 整个胸隔肌拉伸拉长 那这样子为我们的肺的吸氧量增大 同时增强心肺功能 这个练习 我们在练习太极拳过程中 一直贯穿着整个太极拳的运动 那这样的运动呢 就使我们的肺功能不断增强 同时也增强了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免疫能力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腹式呼吸法 究竟什么样是腹式呼吸法 跟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一下吧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 可能在呼吸的时候并没有关注到 自己到底是拿胸腔呼吸 还是在拿这个腹部呼吸 跟大家讲解讲解 腹式呼吸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腹式呼吸就是需要我们 在练的太极拳过程中 要求立身中正 首先要松静自然 用意不用力 同时要求我们蓄定颈静 七身丹田 寒胸八倍 这个寒胸八倍 基础上我们要求 我们在练的过程中 首先要身体放松 意念导引 吸的时候 想着气慢慢的 能进到我们胸腔 把这个胸腔阁拉宽 让我们这个胸腔 这个肺容器量越来越大 那小腹微微收 出去练习的时候 那呼的时候 想着气 灌到小腹 就是小腹微突起 微鼓起 那这样就把我们整个 这个胸阁 就拉伸了 这样拉伸之后呢 我们胸腔的空间就大了 这肺的吸氧量增加了 肺的吸氧量增加之后呢 对我们整个这个静脉血 远之静脉血回流 自然就增强了 这个过程 实际上人体在放松 电话下 胸腔空了 肺这个吸氧量增大了 让我们毛细血管 让自己的这个 我们讲的肺炮 以毛细血管 被的面积 接触面积 空了 肺这个吸氧量增大了 让我们毛细血管 让自己的这个 我们讲的肺炮 以毛细血管 被的面积 接触面积 增大了 那同时肺的功能 也增强了 这个方法 实际上一直贯穿着 我们整个 练习胎肺炮的 过程中 整个运行的动作 那慢慢练到一定时候 就可以不用刻意的 去做这种 这个小腹伸缩 练到一定时候 自然而然的 这个肺气量 整个胸隔就拉伸了 这个过程 对我们 这个肺功能的增强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胎肩 我们传承 老祖宗传承几千年 留下过我们一个 非常宝贵的 这样一个文化遗产 所以说太极拳 练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这个呼吸和这个气息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刚听您讲解完之后 这个富士呼吸法 跟我们所谓的深呼吸 还是有区别的是吗 所谓的深呼吸 也是我们讲 这个腐蚀呼吸的一部分 那为了达到我们 太极拳 这个呼和放 这个吸和收 这个配合 那么用腐蚀呼吸呢 对我们调整这个气血 疏通经络 包括我们讲这个 如何让气能达到 身体的末梢 如何能气沉丹田 慢慢这个练习过程中 培养我们的元气 这个元气就是我们讲 我们自己的真气 这个元气的培养 对我们这个调息 是非常重要的 对身体的增强免疫力 因为包括我们 服自己的元阳 这个过程啊 就是用腐蚀呼吸 用深呼吸 慢慢慢慢地培养元气了 这个元气对我们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在这个 练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气息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自身的肺部来说 这个训练呼吸 增大我们的这个进气量 提高我们的肺功能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这只是我们 太极拳当中的一个呼吸 就有这么多的讲究了 那接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 配合的这个身体姿势 或者说什么样的功法 可以帮助我们 提高这个肺功能呢 林老师 我们示范一下 好主持人 我们做一个匀手的动作 来给大家增强肺功能 调解身体平衡 增强免疫力 匀手 我们两脚分开 稍稍与肩通宽 大一点也可以 自然站立 微微下坐 身体驱蹲 膝盖保持80度左右 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 微履下垂 头须领顶近 舌顶上额 气沉丹田 身体放松 两手 抱球 分开 开 推出去 要沉肩 最肘 两掌向外推 那左手落下来 向下落 起来 合上右手 掌心向外推 推的方向 右前方 30度角 右手落下来 这是吸气 左手起来 放在嘴角处 转身 转腰 顺胯 把左手推出去 呼 右手超上来 左手再落 我们讲 阴起 阳落 右手推出去 你是肝起 肺落 这个匀手动作 可以慢练 吸 呼 初期练习 也可以稍快一点 转 吸 呼 那为了治疗 我们肺部疾病 可以加上 四字诀 传统的六字诀 配合呼吸 配合导引 吸气 想着轻气 白色的轻气入肺 右手 左手放松 转腰 靠腰 带动手 推的过程中 呼 用嘴呼 做四字诀 口头方 做四字 接着把气拉长 想着气 灌丹田 也可以意念 气到指尖 吸 清气入肺 转腰 推出去 这个四字 就是口头方 个四字 要不要嘴 张开 在撕的过程中 气沉到丹田 不断地转换 这样转换 转腰 匀手 可以让气 疏通手经络 疏通腋下 淋巴系统 同时让转换过程中 也可以按摩自己的五脏六腑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促进血液循环 这个匀手动作 每次练习可以左右 如果是正常人 可以练到15分钟到20分钟 是非常有效的 对制造肺病 那加上呼字诀 四字诀 我们如果有肺病的人 左右各做30次 吸气 但是不要用力 要放松 做深呼吸 做深呼吸很重要 意念导演很重要 做深放松 这个动作 在我们家里的客厅 阳台都可以练习 这是居家运动的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真 好 谢谢李老师 刚才我在旁边 也跟着这个 笔花的笔花 自己找了找这个感觉 那我自己感觉呢 如果说加上肢体动作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胸腔会打开 那如果说加上这个 丝这个音 为什么一定是丝这个音的 中间有什么讲究吗 它发这个音 会对我们的肺 有什么样的帮助 和提升的作用吗 那丝字音 我们讲 传统的这个六字诀 肺 这叫肺部是丝字音 肝部是须字音 那做肾的是催 催 那心脏的是喝 那脾胃的是呼 这个六字诀 那个三胶的 我们是吸 这个六字诀练习 它这个功法 这个深阵 是可以震动我们的 发动我们的肺气的 就是口子放个四字 这个音阵 对我们肺部的整个机能 它是发动肺气 震动我们肺功能 这个功法 真是非常好的 对尤其我们 有肺部疾病的 甚至这次有肺燃的人 那我们练习 这个对治疗 对康复 都非常有大的帮助 这也是老祖宗 留下我们宝贵的文化 我希望大家能继续练习 不能小看这个丝 这个音 对 它起到最大的作用 就是能够震动我们的这个肺部 让我们肺部的这个肺气 更有效地排出来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那么说到这儿 再次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在这个通风 比较好的地方来 这个洗脸 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有关于太极拳 和我们这个肺功能 是如何提升的 那么还有一个话题也很重要 就是现在我们天天 待在家里边 很少去运动了 我们对抗病毒 这个提高自身免疫力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和一个环节 那么在提高身体免疫力方面 太极拳应该也有 自己的办法吧 那是的 太极拳 我们太极拳是个 综合的一项运动 它可以通过呼吸 意念导演 疏通经络 疏通气血 调整五脏六腑 所以它整个这个运行 一套体系的 应该说是非常完善的 一套运动体系 也很 说起来也很复杂 但是动作练起来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尤其它运行着我们 很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意念导演 让自己放松下来 这个练习 疏通经络 打通气血 那本身就是培养阳气 服正气的这样一个过程 培养阳气 服正气 就是让我们本身 元气 元阳 不断的恢复 那对这个我们讲 预邪治病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过程中 也就增强了免疫力 所以太极拳 会在坚持 刚刚讲到云首 如果云首在家里站装 那每天能坚持练习 15分钟20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 我相信 人的免疫力会增强了 对预防疾病 也非常有大的帮助 更关键的 通过练习太极拳 对我们整个心理的稳态 和生理的稳态 不断的叠加平衡 让人的心容易静下来 我们讲呼吸过程中 让自己的心火不断下降 可以让我们的肾寒 不断的温起来 人的身体和心理 就不断平衡了 这个过程 不断增强免疫力了 也促进整个身体的 和心理的平衡了 人体就健康了 谢谢 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 肢体的一个锻炼 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心态的调节 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 在这个新冠爆发的时候 这个不着急 不上火 这也是一种保护 那么另外呢 说起这个太极拳运动 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会觉得 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 看起来很慢 很柔和 那么在这么慢的 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能起到 多大的这样一个运动量呢 对我们这个增强 我们身体的这个体质 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呢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李老师 你怎么回忆 关于这一点 就是太极拳 是中老人的运动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因为太极拳蕴含着 这个阴阳 五行 八法 八卦 包括这个 易经单道 蕴含着很深的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哲理在里面 所以我相信 这个我们传统文化 这个不只是需要 中老人了解 更多更需要的 我们年轻人去学习了解 所以通过太极拳的演练 可以了解这个传统文化 这个是 应该说这是非常有深意的 这是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 那太极拳呢 无许说太极拳是个很慢的运动 对年轻人觉得太慢了 但实际上太极拳 我们每个招式刚刚讲到这个 云首 我们也可以快点练习 甚至可以把动作加快 这个加快练习的过程中 如果能坚持一段时间 五分钟 几分钟之后 再加上一年导引 呼吸配合 再加上驱蹲 增强腿部力量 这个力量 这个运动 实际上 我们这个运动量是非常大的 大伙觉得误区是很慢 但是练的过程中呢 在深蹲的过程中 有氧运动 配合呼吸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 也是非常辛苦的 不是那么简单 说很轻松的练习 这个运动呢 实际上大家很多误区 觉得是太慢了 实际上呢 在慢中 静中球的一个动 是太极拳的真谛 我们讲 这个过程中 如果一个动的重复练习 实际上 对我们这个整个体力 要求还是挺大的 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 练太极拳 其实是有多种的方法 一定要懂得变通 那么在这儿 李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想不同的人群啊 包括年轻人 老年人 小朋友 还有这个青壮年的朋友们 他们练太极拳 应该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呢 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 说这样子的话 我的运动量就是达到了 就可以了 可以停止了 或者说 我练了一段时间 可能运动量还不够 我需要去加强时间 还是说需要加强 您刚才所说的速度 或者说再加强这种力度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别 我们这个运动量的大小呢 那首先 这个太极拳在练习之前 我们要疏通自己的这个筋骨 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活动开 在练的过程中呢 首先 就是我们要身体 让身心静下来 再静下来 慢慢的给 叫一齐力 我们讲精气神 要不断相合 调解精气神 是我们这个练习太极拳 应该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 那太极拳 我们通过精气神的调解 让一齐力 精气神相合 那找这个点呢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要达到一个运动量 首先太极拳 就是要达到 慢慢的练习过程中的 身体慢慢微微的发热 尤其看着去比较慢的动作 经过这个重复练习 慢慢很快的 就气血通了 气血通了 我们讲 气为血之帅 这个气到了 气血到了 慢慢身体就感觉发热了 这是很多人 对太极拳不了解的 太极拳如果经过这练习 一到 气到 这个气血到了 所带来的功效非常大 达到的运动效果也非常深 身体微微出汗了 微热了 这是达到太极拳的一个 初期的一个标准 当然说 让自己这个权无权益无益 达到一个放空 漫我的境界 那是更高的修炼了 那初期练习呢 只要达到身体微微发热了 不要大汗 微微发热了 就可以慢慢收工 停下来就好了 所以说我听明白了 我们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不能够把太极拳和这个 其他包括健身等等 这相提并论啊 不能这样来等量的去衡量他们 因为太极拳除了是一种 我们这个运动之外 更重要的 还有调节我们的身心这样的功能 所以还要加入我们自己的意念当中去啊 那么究竟太极拳应该如何去练 才能更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才能够对抗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呢 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邀请李老师来给大家 详细的来做示范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好了观众朋友们 这一期的运动健康大讲堂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第二集 如何洗练太极拳